那两只 阿里巴巴和京东 都没有什么特别去做一个炒作 所以我想如果大家是因为 双十一走去博这两只股票 我想你要记住这个因素已经不存在了 你看一下如果这个因素不存在 你还博不博呢? 这个就要考虑 尤其是九九八八的图 就是保持着阴气都挺重的 保持着落 我自己 我经常都说了 我阿里巴巴就不太喜欢了 我喜欢京东多些 但京东近期的走势都转弱了 我觉得既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催化剂的时候 我想这两只都可以先放在一旁